- 欢迎来到白宫一见 我是张晶益 这一期用一条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来开场 5月中的时候他推了一条推文 一边说白宫泄密案根本就是假新闻 但却有说泄密者是叛徒诺夫 他誓言要逮到内奸 看来后面那句话应该才是真的 那为什么特朗普会发这么大的火呢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选过美国总统的国会共和党参议员 迈凯恩与特朗普是一向不对付 特别在去年很不幸的证实 迈凯恩罹患脑癌之后 他更敢于唱反调 这让特朗普政府的人很不满 在特朗普推这条推特的前几天 特朗普的特别助理萨德勒 在白宫里面的闭门会议上 说了不厚道的话 他说不用理迈凯恩 反正他快死了 结果白宫里就有人泄密泄出去了 这样不厚道的话 当然让舆论炸开了锅 那么萨德勒也私下跟迈凯恩的家人道歉了 但是白宫在记者接连几天的连番轰炸之下 至今坚持不公开道歉 也不愿惩罚萨德勒 她还在白宫里面的工作人员 她还在工作工作人员 她还在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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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公开道歉 而且看来白宫认为问题不在于说这种话 厚不厚道 而是在于是谁泄露了白宫的内部讲话 大家可能都已经记不清了 但特朗普的白宫从去年一开始就泄密连连 甚至还泄露了特朗普和外国领导人完整版的对话内容 那么包括特朗普要墨西哥总统灭托 不要再公开说墨西哥不会付钱逐墙了 还有特朗普震怒挂掉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电话的对话内容 而这还只是白宫泄密严重的冰山一角 有媒体说特朗普白宫是美国史上泄密最严重的白宫 所以在前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位时 就曾经要求查看白宫人员的手机 还有当了十天白宫通讯联络主任的斯卡拉木齐 一上任时的第一件事也是打击泄密 还开除了据称是泄密者的人 后来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 干脆在今年的一月强制要求白宫的人 不准在白宫内使用私人手机 但从萨德勒事件可以看出这些措施显然是没用的 那么于是这次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火了 他开了白宫内部的会议痛批泄密者 边骂边说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对话也会被泄露 这太恶心了 然后桑德斯还真的说对了 马上就有五个白宫的人给同一家媒体泄露了这段话 白宫的泄密简直是泄得无法无天 有时候会开到一半就泄密了 有一次还逮到一个白宫人员私下录了特朗普的讲话 目的倒不是要泄密而是要和朋友炫耀 那么于是最近白宫是采取了新的保密措施 当然这些措施也都被泄密了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除了把参与例行会议的人大幅缩减以外 还要求白宫人员把私人手机要不留在车上 要不然就是在进白宫西翼前把手机锁在柜子里 同时还有专门的便衣针机队 手持金属探测器到处巡逻 听说还是高科技的探测器哦 手机无论藏哪是一个抓一个准 罗杰坤啊 那为什么会泄密连连呢 主因之一啊据了解就是白宫内斗的厉害 像萨德勒事件显然就是他政敌搞的鬼 有几本写白宫内幕的书啊 都说早期特朗普的白宫是分成了伊万卡的精英派 班农的民粹派还有普里伯斯的建制派 那么这三派为了要争权是到处泄密 目的就是要抹黑对方 媒体就报导这让特朗普是特别的烦心 因为媒体显然是热衷于报导 这些吸引眼球的泄密案而忽略了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绩哦 那话说回来咯 白宫的人都没有私人手机了 不会泄密了吧 但白宫里还有一个人被允许有手机哦 而且还有两部iPhone 一部呢是专门拿来讲电话的 那么另外一部呢是专门拿来推特的 猜到是谁了吧 纽约时报就爆料哦 特朗普习惯性会向老友来爆料 然后呢老友嘴巴不紧 就泄密咯 当然啦这可能是无意的 也可能是有意的 可能呢就是要测舆论风向 因为我就观察到一个规则哦 有时这个泄密案爆发之后呢 白宫会连忙否认 但是特朗普会突然推特证实 然后白宫就承认了 于是呢纽约时报就引述了特朗普 心腹私下的说法哦 说特朗普才是真正的泄密统帅 我想特朗普可能要先逮到是谁 向他口中的假新闻 纽约时报报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